這個欄位其實你要做出那個樞紐分析就很簡單 那當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因為我有區,假設我有這個欄 然後它第一個它會自動幫你選全部的範圍 那沒有問題按確定 接下來你可以把區這個 這一欄拖拉到列 做主要的分析 然後再把區放在值 放在值的話呢因為它不是數字 所以它會幫你算幾個 有沒有,有點像conif conif一下 那你會發現 每一區有沒有,只要是每一區的數量 就會幫你,有點像是全部幫你 移除重複之後再加總的結果 OK 有沒有 就有點像你把所有的那個排序 然後再算 可是這樣 還是沒有這個方便 或者你其實如果假設你要用Excel裡面的函數就conif conif OK 算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切到按鍵多的排前面 少的排後面 所以你可以再把游標放在 B4的這個位置 然後再利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什麼 Z到A 就讓它排序一下 那你會發現 最高的就出現了 有沒有 就是 中山 士林萬華 當然 也算老社區 中山本來就是 那個中山北路啊 或者是林申北路 那一邊 所以好像 歷來就 這個 治安好像就比較 沒那麼好 那萬華是老社區啦 士林好像也是 OK 北投 反而治安稍微比較好的就底下後面這幾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按照比例來看的話 那其實剩下來你可以利用那個分析裡面有一個樞紐分析圖 那當然如果你要強調的是它的數量的話你可以用直條圖 那如果你是想要強調是比例的話你可以用所謂的圓形圖 那圓形圖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它會幫我把這個圖給繪製出來 可是這個圖的話它預設的圖有個缺點什麼缺點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比例最多的是中山區 可是問題你還要看這個圖例之後才能知道這是哪一區 所以呢 一般我自己是最討厭用這種方法 我的習慣是上面給它一個標籤算的 所以呢給它標籤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從什麼 樞紐分析圖工具這裡 找到那個 設計裡面 這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找到這個新增圖表項目 第一步的話把這個拿掉 然後呢 再把這上面的標籤顯示出來 第一個怎麼樣把那個 那個標這個圖例拿掉 有沒有你會發現在新增圖表項目 裡面就有圖例啦 這個就圖例啦 或者我記得好像選它 按delice也可以啦 不過習慣從這邊 無 它就不見啦 OK 那只是說現在看不出哪一區多嘛 所以你可以 在這邊的話你可以找到資料標籤 它預設是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一般是中點外側 重點外側預設好像就是它的數量 我要比例啊 那怎麼辦 其實我發現它這個在 這個因為這個好像是以Sale 2016還是2019 最下面有多一個功能 叫做 資料 圖說 文字 有沒有 比例 跟哪一區 就出現了 這個還蠻好用的 點一下就好了 OK 不過如果你是舊版的話 你就沒有那麼方便 你如果是舊版的話你可能就是 要先改成 終點外側 第二個的話呢 你還要再去把那個資料標籤裡面的那個 這邊按右鍵 把它變更 我先假設如果你是舊版的話 這邊先無嘛 然後 舊版的話是 終點外側 然後按右鍵 把那個資料標籤格式 可能它改一下 它原來好像是 這個什麼 上面是 應該是值吧 原來是值 要把它改成類別名稱 然後跟百分比 這樣也是圖說文字 所以它只能新版稍微貼心一點 幫你把這個 功能給做出來 另外的話呢 一般是把上面的標題改一下 比如這個是什麼 各區的那個切到按鍵比例 然後甚至可以把什麼 把 那個 想要凸顯的那一塊 把它拉出來 有沒有 就這樣把這個丙拉 那拉出來的方法就是 1先選整個圓形 2再選你要拉出來的這個區塊 3的話呢把它向右拉 有沒有 它就出現了 好了比如說 自然 其次的話 就這一塊 有沒有 1選全部 2 選這一塊 3往外拉 它就可以往外拉了 OK那你就可以比較有彈性的 用視覺化的方式 去敘述這個 哪一區 那如果說 假設啦 你想想什麼 哪一條路 哪一條路不也一樣 就是在什麼 這個地方在插入 樞紐分析圖 然後呢 把路 路接到 拖拉到列 把路接到 拖拉到值 然後再利用什麼 剛剛一樣的概念 就是資料裡面自己到A 那你會發現 因為路不向區 只有 向區好像不到10區 不知道幾區 那路的話呢 就砍錯向下 總共有 這麼多 大概超過500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只 留下那個什麼 裡面呢 就是 前10個好了 比如說這個 切套案件發生的次數前10大 最 資安最差的 如果你所以你如果買房子或租房 租房子的話 可以避開那個地方的話 那你可以點這邊 找到值得篩選 找到前10項就好了 也就是他只留下前10項 那這邊10項 但你將來如果不只10項 或者少於10項的話 你可以變更按確定就好了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馬上就出現什麼 第一名是中山北 OK 其次是 宗孝東 一直在推 林森北 好像還不是 最最 治安最差的 羅斯福 羅斯福有 這麼差嗎 信義錄 信義錄也榜上有名 中華錄 等等的 如果你想要讓他用那個 圖的方式 也是樞紐 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也許你可以用直條的方式 可以把它 繪製出來 我們要的這個哪一個 最高是中山北路的比例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最後甚至呢 如果我想要分析一個什麼 哪一區在什麼時段發生竊案 是最高的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用什麼交叉分析圖 那也就是你變成說 像剛剛我們就有插入 那個什麼 樞紐分析的時候呢 只有區對不對 所以甚至你可以把 發生時段的 這個欄位呢 放在欄 等於是說你其次要分析的 這個為主 這個為輔 然後呢再把什麼 再把他的那個 發生時段或者區 拖拉到直 他就會跳出 要的資料 是區吧 我看 區啦 哪個區 發生時段 最後如果你要會是那個 這個 交叉分析圖的話 我是建議一樣嘛 你就這個地方 那當然如果你用直條圖 你會發現 非常混亂 哇這誰看得懂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用 要不就是用堆疊直條圖 可以強調是 數量 或者是另外有一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百分比 堆疊 他等於是 這個比較強調是 這個 資料的數量 這個比較強調是資料 裡面的比例問題 比例部分 有點像是在直條圖 裡面又放一個 圓形圖 OK這個我還蠻喜歡用的 那你看確定之後的話 就可以分析 就是在哪一區 的什麼時段 有沒有他還會有一個 哪一區的發生時段 有沒有 的那個 切到按鍵比較多 的比例 也會 可以凸顯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我剛大概 繪製的總共有 三個圖 一個是 這個叫圓形圖 比較重要是 我把圖力拿掉 這個可能要找一下 他在這裡 在設計 裡面的圖力 這個刪除 然後把資料標籤改成這個 資料圖說 然後這邊的話是 這個比較 重要是 路的路 接到部分的話 值得栽選前十項 這個可能比較重要 我是覺得這個還蠻重要 因為有時候你資料太多的時候 你只需要 前面的 十項 前面的二十項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 你可以在分析什麼 比如說區跟發生時段之間的關聯性 或者說他的比例 數量跟比例的話 你可以 再透過什麼 透過所謂的我剛剛是利用這個 這個叫做 我變更一下 這個叫做百分比的 什麼 堆疊值條圖 你就可以呈現兩個 欄位資料之間的 關聯性 或者是旁邊這個還蠻好用的 反正你看你要數量 還是你要比例 這個可能就是 看你實際上 你要呈現出 的那個效果而定 OK 那把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把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谢谢观看